一清早,雪梅在屋檐下,霍霍地磨刀。 这把刀,爷爷拿他斗过地主,爹爹拿他闹过革命,是他家的传家宝。 雪梅要把刀磨得亮亮的,时刻准备着对付阶级敌人。 磨呀磨呀,那把刀给磨得白晃晃的,闪着寒光。 雪梅把它磨了磨,就在院子里捂弄起来。 正捂着,院门外人影一晃,摘了地主帽子的李永福闯了进来。 雪梅眉看到背后有人,翻转身一刀下去,刀尖对鼻尖只差那么三分。 哎哟! 李永福一个四脚朝天,跌倒在地上。 雪梅先是一惊,等她看清是李永福眉伤这一块皮,却躺在地上直哼哼。 雪梅忍不住大笑起来。 李永福见雪梅这一笑,又气又恼,心里发火,脸上却还装着笑容,用一副长辈的神气说。 雪梅姑娘,刀是凶器,可不能随便瞒呀。 雪梅立声说。 谁说刀是凶器? 它是武器,我爷爷我爹都使过它,它是我家的传家宝。 李永福鬼脑惊动得快,说。 对,对,是你家的传家宝。 李永福正要进屋,劈头碰上了李奶奶就说道。 老嫂子,你家朝洞的那堵围墙要倒了,春林在镇上买了两根木料,我给她扛来了,帮她一起把墙顶一顶。 李奶奶板着脸说。 我家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李永福笑道。 春林的事情忙,我帮着办这点事算不了什么。 正说着,春林从屋里走了出来,说。 永福,木料搁着,我自己扛去。 李永福忙说。 木料已经扛到院子门口了,我们一起来。 春林一挥手。 不用了,你回去吧。 李永福讨了个没趣,只得走了。 走到院门口,却又扭过头来说。 春林,你快把那墙顶一顶吧。 你看乌云遮天,今天有暴风雨呢。 春林见李永福走后,就对李奶奶说。 妈,你也过分了。 永福虽然是个地主,可是这几年劳动还不错,去年又摘了帽子。 他好心好意地把木料扛来。 李奶奶越听越火。 什么好心好意的? 土改那年,这屋子从地主手里分给我们的时候,他故意弄得屋顶漏雨,墙壁透风。 这些事情你都忘了吗? 春林低着头,轻声鼎了一句。 人是会变的吗? 哪能用老眼光把人看死? 李奶奶两眼盯着春林。 且慢说他变了没有? 春林啊,我看你倒是有点变了。 李奶奶说完,转身走进厨房去做汤团。 每年这天,雪梅家要吃汤团是有来历的。 原来雪梅的爹妈是在十多年前的今天被反动派杀害的。 吃汤团是为了纪念他们。 汤团全是糯米的,里面是芝麻白糖线。 李奶奶为了使儿子和孙女不要忘记过去的苦, 另外又做了三支苦叶菜馅的跟芝麻白糖的一块下在锅里。 一家三口围着桌子吃汤团。 雪梅用筷子夹起了一支芝麻白糖的, 一边吃,一边扎着嘴说。 奶奶,汤团又香又甜,真好吃。 春林说道。 小姑娘真多嘴,你奶奶和叔叔公分拿得多, 还怕没好的吃吗? 她说着咬了一口,刚进嘴却呸呸地吐了出来。 用筷子拨开管子一看,啊,是苦叶菜的。 李奶奶严肃地说。 春林,你把那个汤团吃下去。 春林见妈两眼盯着自己,知道妈话处有因, 只得把那汤团咽了下去。 李奶奶嚼着苦叶菜馅汤团,说。 这是我特地做的,一人一支,我就怕你们吃了甜的,忘了苦的。 要不,我哪用得着每年的今天都给你们讲家史啊? 李奶奶抚摸着雪梅的头说。 你千万要牢记你爷爷,奶奶和你爹妈在旧寿会受的苦啊。 整年替人家做牛马,挨饿受冻,芝麻白糖汤团连做梦也没想过。 1948年的今天,你刚满月,我用高粱米粉和苦叶菜做了十几支汤团。 你爹端起碗刚冻块,反冻派闯了进来,把你爹连同你妈一起抓去,害死了。 你爹你妈都是共产党员,谁告的密,不知道。 我只得含着眼泪,抱着你,领着你不满十岁的松鼠春林,赶到县里去收尸。 雪梅听了奶奶的话,在碗里找到那只苦叶茶汤团,一边嚼,一边就像亲眼看见爷爷,奶奶和自己的爹妈在受苦。 李奶奶转过头来对春林说。 你也算受过几年苦,如今可不能好了窗疤忘了疼。 春林低下头,一句话也没说。 忽然,呱啦啦一声雷响,暴风雨来了。 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冒着狂风暴雨跑来说。 春林,仓库的墙壁塌了一只脚,快棒得去顶一顶,要不,会全部倒塌的。 李奶奶和春林听了,都吃了一惊。 李奶奶说声道。 走,看看去。 也顾不得风向狮子吼,雨向撒黄豆,他们拔脚就往外走。 出了院门,只见两根木料放在一旁,李奶奶扛起一根就跑。 春林也扛起一根,紧紧地跟随着往仓库奔去。 他们跑过李永福家,被李永福看见了。 李永福急得额上直冒冷汗,心想,木头被他们扛走了。 要是春林家那围墙倒了,那还了得。 怎么办? 对,拆柴剑。 李永福脑袋一歪,想出主意来了。 他连忙转到后屋,用足吃奶的力气推倒了柴间。 李永福从玛丽堆里拔出两根木头,扛起他跌跌冲冲地往春林家跑。 跑到李春林家,他刚放下两根木头,正要拿起一根往墙上撑,呼得一个闪电,一声响雷,轰隆的一声,强倒下来了。 好险,幸亏他溜得快,才没压着。 他心里先时已惊,可是转念一想,春林和李奶奶上仓库去了。 家里没人,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他马上跑过去,弯下腰,低下头,在砖头堆里翻了又翻,却没找到他那藏在墙里的东西。 忽然间,听到炸雷似的一声。 铁盒子,是谁搁在墙里的? 这一嚷,李永福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他抬头一看,站在对面的是雪梅。 雪梅把铁盒子捡了起来,李永福猛地窜过去,要夺那铁盒子。 雪梅身子一闪,瞪了他一眼。 你要干什么? 李永福嘿嘿一笑。 没,没啥,我来帮你打开。 雪梅说了声好,李永福真想打开来看一看。 再一想,不行,这不是地方。 他一转身,把铁盒子往嘎吱窝下一架,对雪梅说。 这铁盒子上生锈了,我拿回去把它撬开。 说着,拔脚就走。 雪梅看他贼头贼脑的,心想,不对,一定有鬼。 奶奶常说,地主阶级心不死,可别上了他的当。 便连忙跟上去,抓住铁盒子猛一抽,又把铁盒子夺了过来。 雪梅转身向屋里跑。 李永福这下慌了,紧跟着雪梅说。 这屋子原来是我家的,秃改那年分给了你家。 这铁盒子不是什么生产资料,你是个少先队员,时了该还给我。 雪梅问他铁盒子里装的什么,为什么藏在墙里。 李永福眨了眨眼,说是一本祖传的丹方。 雪梅说道,丹方,那好,等我奶奶看了再给你。 你奶奶一字不识,看也没用啊。 李永福急得在身上乱抓乱摸,抓出几张钞票,就往雪梅手里塞,说道。 我给你钱,你好做件漂漂亮亮的花衣服,你看好不好啊。 雪梅可气坏了,随手将钞票朝她脸上洒去,说道。 坏人才爱钱如命,我不要。 李永福渐软得不行,咬牙切齿地说。 好,你这死丫头,学得跟你家死老太婆一样。 她凶神恶煞般地向雪梅扑去。 雪梅绕着圆桌子跑,李永福绕着圆桌子追。 雪梅看看快被李永福追上了,身子一闪,准备往屋外跑。 李永福一个剑步窜到门口,砰得一声关上门,急忙转过身来,对着雪梅的脑门,狠狠打了一拳,打得雪梅一个亮枪,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李永福赶紧拾起铁盒子就走。 她刚跨出几步,又站住了。 不行,事情没完,铁盒子是到手了,这死丫头一醒过来怎么办? 干脆来个斩草除根,叫她死无对证。 李永福正想对雪梅下毒手,没料到春林推门进来了。 春林见雪梅躺在地上,吓了一大跳。 李永福满脸露笑,说。 春林,墙砸下来,把雪梅压伤了。 不是我早来一步,雪梅早没命了。 春林一愣,李永福装着要把雪梅送进医院去,弯腰把雪梅抱起来,随即把手里那只铁盒子贴在雪梅的背上。 这时,李奶奶也回来了,一见李永福抱着雪梅,马上把脸一沉,说。 你来干什么,给我放下。 李永福急得直瞪眼,抱着不行,可要是放下雪梅也不行。 她手里正揣着铁盒子呢。 春林走上去对李永福说。 我送雪梅去医院,你就回去吧。 说着,双手一拖,把雪梅接过来。 李永福心一慌,手一抖,巴,铁盒子掉到了地上。 李永福像掉了魂似的扑到地上拾起铁盒子,拼命往外窜。 李奶奶看得一清二楚,大喝一声。 站住,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没啥,没啥。 李永福呆住了,就在这时候,雪梅动弹了一下,迷迷糊糊地说。 铁,铁盒子是藏在围墙里的,李永福要抢去。 春林心里一亮,嗯,李永福几次催我修墙,难道就为的这铁盒子肯定有鬼? 春林把雪梅往李奶奶的怀里移送,一步窜到李永福面前,不等她招架,一把抓着李永福将那个铁盒子夺了过来。 春林打开盒子,箭里面藏着一个纸卷,打开一看,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 原来,这是一张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给李永福密告共产党员李春森夫妇有功的嘉奖令。 李春森夫妇就是春林的哥嫂,雪梅的爹妈,害死他们的正是李永福这个地主。 李奶奶听春林一说,紧抱住雪梅道, 雪梅,密告你爹妈的仇人就是她。 春林拿着那个铁盒子,狠狠地敲着自己的脑袋说, 妈,我错了,我是守着老虎睡大觉啊,我对不起您老人家,对不起哥哥嫂嫂,对不起我们阶级兄弟。 李永福一双贼眼咕噜噜噜转,看到墙上挂着的那把大刀一步窜过去,抓了起来。 李永福一刀劈过来,春林躲闪不及,赶紧用左手拿着的铁盒子一挡。 只听当的一声,李永福的虎口一振,倒退了一步。 春林掩命手快,一把抓住刀把子,把大刀夺了过来。 他冲着李永福说, 你这条恶狗,过去害了我哥嫂,今天还猖狂。 这时候,民兵和周围的群众闻声赶来,他们对李永福梦想反革命复辟和杀人行凶的罪恶活动表示无比的愤怒。 春林和民兵们立刻压着李永福到公社去,天上的乌云已经散去,一片阳光照得好明亮。 这件事情,教育了全村人民要随时提高警惕,永远不能忘记敌人的反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